廠商與買主商談 氣氛熱絡 新北市政府領軍台灣42家廠商 共組拓銷團 前往泰國 越南和緬甸開拓商機 日前在曼谷舉辦貿易洽談會 期盼透過集體拓銷的出口站 打開東南亞市場 目標搶下至少新台幣6億元的訂單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貿易的促銷 至少可以達到6億的訂單 這次我們的短期的目標這樣 當然長期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跟海外的買主 建議比較長久的供應 同時把新北的好產品好廠商 推薦到海外的買主上去 本次台灣脫銷團 包括電子 機械 生技醫療 和汽車零配件等產業 透過洽談方式找尋買主 台灣廠商對於剛改革的緬甸市場 更是抱有高度興趣 世界各地的廠商對緬甸市場有高度的興趣 但是相對的我們的認知上 就是因為有那麼多的機會 那相對的風險也是很高 所以我想我們主要還是以考察為最主要的一個方向 那至於後段第二階段是不是能夠再往前走 我想這相關的一些配套 相關的考慮觀點 可能也是我們台商要特別去注意的一個觀點 東南亞市場潛力無窮 被台灣廠商視為設廠進出口的重要對象 繼印尼和馬來西亞之後 新北市府二度領軍前往泰國緬甸以及越南 除了是水溫 是人氣 更審慎評估未來發展性 謝謝